新竹县县长开票结果呢 国民党杨文科是一路大幅领先 最后是以16.3万票 得票率63.3 大赢了民进党周江杰8.3万票 杨文科成功连任 也创下了新竹县长最高得票数的记录 投票日一早下起绵绵细雨 新竹县长杨文科一早就来到户籍地 而美复兴社区活动中心投开票所 投下神圣的一票 表示不会紧张 保持平常心来面对 我投票是不会紧张 因为这个是我们公民应该行使的一个义务 而且我想这四年来 我也了解到 我们都是以孔子所讲的话 为政治道以民之力 力之 所以乡亲也都能够渐渐地感受到 我们县政府团队的努力 让民心都认为说 县府真的是实实在在做事 当天上午虽然下起雨来 民众人热情录取出门投票 新竹县五合一选举及公投 共设有463个投开票所 县长选举人数为45万2720人 下午天气放晴 投票踊跃度开始拉高 选民遵守规定排队领票 各一张秩序良好 共六张选票一一投入票柜 4.1到投票截止随即开票 县长选举结果出炉 国民党洋文科以163662票 得票率63.36% 顺利连任 也创下新竹县长最高得票数记录 今天我们获得乡亲的支持 高票连任 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但是我也觉得 这个是我的一个 承担这个责任的一个开始 我会对乡亲所有的承诺 我一定会收到做到 加大力道跟我们团队 一起来把过去的 县府的政策 继续的来推动 同时要拟定一些新的策略 来替我们新竹县的乡亲造福 让大家能够永远幸福快乐 居住在我们新竹县 杨文科相较四年前 得票率38% 这次成长幅度高居全国第一 更是今年得票率第二高的 县市长当选人 杨文科成功用证机争取连任 周日一早也展开全县车队卸票 沿街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要继续落着老中亲友统统照顾 用下一个四年实现选嫌承诺 立凭献真 由你做个一天 兔cussions 雷尽 又包括豈年 居张 共兴